大家好,我是通力情行的瑞雷章 在这里,我诚挚邀请全温哥华的诗坦威爱好者们 参加10月22号到25号的诗坦威钢琴工厂大倾销活动 这四天里,品种最全,价格最低 同时还有无锡分期付款以及支付宝银联等多种付款方式 做正确的决定就在今天 赶紧拨打预约电话604-685-8882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党领辩论 因为防疫需要,没有设立观众席 寻求连任的省新民主党党领贺锦重申 提前一年宣布审选 是因为医疗专家认为疫情不会在明年结束 因此希望在未来四年给省民一个稳定的政府 推动各项防疫和经济复苏计划 这个选举不是关于下几个月 而是关于下几个年 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 谁想帮你,谁想帮你去 省自由党与省绿党党领 则轮番抨击克锦 在第二波疫情严重的情况下 推动不必要的提前选举 罔顾民众利益 更违背之前的竞选承诺 他决定要看自己的选举 这完全不必要的选举 当他和黎兰党有了一年在工作的设计 你必须决定 你能相信 他却是在这只要他自己的关系 我们已经有三五年 在美国的协议会中的 协议会中的一种不超级的 变成的协议会中的 协议会中的协议会中的 这就很好的人 最好的事是 不是在这一家的力量 可能会有高达80万选民采用邮寄投票的方式 上一届2017年省选 只有6517位选民选择邮寄投票 15号开始一连七天 全省87个选区将会举行提前投票 为了更好的防范第二波疫情 各投票站除了会加强防疫措施以外 选举办公室也表示将允许选民自备铅笔填写选票 富皇卫视组合型武警黄山来自温哥华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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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